嗨 来 朋友们 咱们今天来啃一块硬骨头 你有没有听说过Web 3.0 我就感觉从2021年开始 怎么感觉哪哪都在讨论这个概念 你说这个东西吧 之前也没怎么听说过 一下就被各种媒体号称是互联网的未来了 就我之前有好多投行的同事 辞了职去搞这个Web 3 元宇宙区块链 比特币 NFB DeFi GameFi 这些层出不穷的概念 它到底都是什么意思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发展到哪了 Web 3.0 它究竟是未来呢 还是骗局呢 先说一下 虽然咱们今天聊这个Web 3 但并不代表我小林相信她或者支持她 也不是说我就反对她或者排斥她 包括今天咱们会提到一些产品呀 公司呀 币 但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啊 如果你要有什么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理性讨论 Web 3.0啊 也就是第三代互联网 其实之前就有很多人提过各种各样关于它的解释 有时候它是个语义网的 有时候当网速达到一定程度就变成Web 3的 但这个最新版本的Web 3.0 是以太坊的创始合伙人Gavin Wu 在201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为什么这个词最近备受关注了呢 主要就是去年2021年的时候 元宇宙这个概念包括 所以这个版本的Web 3 就突然被大家关注起来了 而且有很多相关的应用 当然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噱头炒作的成分在里头 但不管怎么说吧 现在大家在疯狂讨论的Web 3 就是今天我们在聊的这个版本 要说Web 3.0 你肯定得先知道一下1.0和2.0是什么 从1991年第一个网站的出现 就标志着我们迈进了Web 1.0的时代 特点就是只读read only 就网上这些信息你光能看 就有点像你在互联网上看报纸或看电视 但是那时候网速还达不到看电视这个地步 典型的Web 1公司呢 就比如说像雅虎啊 AOL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那Web 2.0呢 相信大家也猜出来了 咱们1.0只读那2.0就不能只读了 它还能写 就是说能创造内容 能互动 能点赞评论 能发视频这些 就说2004年Facebook的诞生 也标志着这种互动式的互联网 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典型的公司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除了Facebook像Instagram YouTube TikTok Airbnb Uber等等 Web 2.0这时代 其实就慢慢发展出来 现在互联网公司一个独有的商业模式 就是用免费或者极其便宜的产品 或者服务来吸引用户 然后获得你的数据 之后通过给你推送广告来赚钱 这就像什么 你像这个公司在这片地上种了很多草 吸引羊来吃草 然后就赶紧趁着羊吃草这个工作 把这些羊毛都薅下来拿出去卖钱 这种模式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作为这个羊也都是OK的 因为市场上确实比较缺那种好的产品 也就是说这好吃的草太少了 而羊们又没有那么在意自己身上的毛 反正留着用处也不大 所以你好久好晚也没什么所谓 可是随着Web2.0逐渐的深入 就是互联网越来越成熟了 网上的产品就越来越多 那这时候稀缺的就不再是草了 而变成了用户身上的数据 也就是羊毛 我们不想再被耗羊毛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了Web3.0的概念 进入到Web3.0的时代之后 基于区块链 我们不光可以读取信息 创造内容 还能拥有我的内容 拥有我的数据 也就是拥有我们自己的羊毛 你是不是觉得 哇好厉害啊 虽然你可能不知道怎么个拥有吧 但是你觉得好棒 确实啊 这感觉也没错 因为Web3呢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很模糊的概念 就是个大方向 它畅想的呢 并不简简单单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个创新 而是呢 更像是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边 一套自己的新的经济系统 一个生态系统 一个ecosystem 就是它可以以区块链为底层的架构逻辑 然后衍生出来一套完全和现实隔离的经济体系 它不需要一个中央管理者 而是呢 就通过自己的激励机制 让它维护运行 而且还能自己升级 它有自己的货币 自己的组织形式 有自己的服务模式等等 你不说比特币 虽然现在呢 它除了交易 好像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但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就是完全不用人管的一个自主运行的支付体系 那web3呢 你就可以想象成是比特币对支付系统造成的这个挑战 你把它扩大到整个网络 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就一定靠谱 只是说你这么去想 你可以更好理解它一点 咱刚刚粗略的说了一下它宏大的概念 我估计你没听个一头雾水 也是半头雾水的 咱现在就回来 脚踏实地的说一说 这个web3.0我们到底发展到哪了 你听着听着 你就会逐渐更深入地理解 总结来说 这个就跟我们讲元宇宙那期有点像 就原大的理想 你听着跟科幻片似的 但一看现实 你可能觉得 就知道 我们刚刚不是说web3是一套生态系统 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吗 经济体系呢 它就需要里边有一个货币 来维持它里边系统里头价值的流动 也就是它自己的加密货币 Cryptocurrency 像什么比特币啊 以太坊啊 泰达币这些 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多多少少都听过一些 你看啊 区块链这个概念 它肯定是非常好的 那它里边为什么 就一定要有一个加密货币呢 是因为有些人想赚钱 然后就搞出来个东西 让大家吵吗 其实吧 公有区块链 就是公链啊 它都是需要一个代币 来维持它良好运行的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 区块链它是需要自主运行的 那怎么来激励大家自主地 共同来维护这个体系的运营呢 那你就需要里边一个激励系统 就是这个加密货币 所谓加密货币啊 它其实就是区块链 这个系统里边的一个令牌 一个token 也可以叫一个奖牌 就比如说比特币吧 其实就是矿工在这个区块链上 去打包信息 那就是维持这个区块链的运行 你打包好了 我就给奖励你比特币 可能有人会误以为啊 说区块链就跟互联网差不多 它就是一条链 然后呢 所有人都在这条链上搞事情 但事实上呢 每个人他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区块链 甚至连那代码都可以copy paste 而每一条区块链上呢 都会有一种加密货币 就作为它的一个原生代币 就比如说你建了个自己的区块链 这链用的人多了 项目多了 那就有更多人认可它 那就有更多人需要你这个币 那这个代币就会涨价 所以我们发现啊 其实这个加密货币 就很像它对应的 这个区块链的一个股票 越多人认这个链 那这币就越值钱 但呢 也就是因为加密货币 有这种股票的属性 就让这个币变成了个投资品 而投资品的价格呢 就取决于大家有多相信它 你有多相信它 就取决于你背后 能不能讲出一个好听的故事 就比如大家一听什么 比特币啊 这个东西不需要中央银行控制 这也太酷了吧 买它买它 所以你看加密货币 这个特别好讲故事的东西 就特别适合大家来吵 就充分利用了人们那种 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 这个啊 其实也是web3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我们之后再说 但是啊 不可否认的是 web3发展到现在 参与人数最多 产生账面财富最多的 就是这个币圈 你看啊 我们现实这个经济体里头 比如说你要转钱 或者交易股票 那你就需要像银行交易所 这种的中间机构 那在加密货币也是一样的 你看现在加密货币的市值 已经超过了两万亿美金 每天的交易量 能达到上千亿美金 而且还有更大量的衍生品交易 这就产生了币圈的 第一大风口 就是交易平台 就交易平台这儿啊 目前来讲 量做的最大的就是币安 Binance 你就说这个web3 为啥有那么多人才 前仆后继的涌向这个赛道 咱就以币安为例 来了解一下 这个风口它到底有多猛 币安的创始人兼CEO 叫赵长鹏 CZ 我们就简称他老赵 老赵呢 之前的工作 一直都是做那种 金融交易系统的 直到2013年的时候 他有一次跟朋友打得扑 就了解到了比特币这个东西 他一听觉得 这个东西很神奇啊 就被深深的迷住了 一番研究之后 他就笃定这个加密货币 将来肯定会有巨大的发展 他有多笃定呢 就是这老哥 还真的是非常有魄力的 他打完牌 转头就把自己上海 一套房子给卖了 买了当时价值 100万美金的比特币 而且不光是简简单单 买比特币 之前他做那高频交易系统 也不做 2014年直接投身到了 加密货币的事业当中 在币圈转转悠悠 晃了三年之后 2017年决定自己出来单干 成立了币安 在币安还没上线的时候 当时团队 就二三十个人 他就撒下豪言 说兄弟们 在全球前十 大家有没有信心 而实际上呢 币安七月份刚刚成立 12月份的时候 注册用户就突破了100万 公司成立还不到 八个月的时间 就成长成为了 全球交易量最大的交易平台 现在的注册用户 突破了1.2亿 每天交易量算上衍生品 就达到了千亿美金 比第二到第五 加起来还要多 你说一个刚刚成立 几个月的公司 就成了全球的老大 你敢信吗 你就说哪个赛道 能有这么个速度 今年年初比特币 还在高歌猛进的时候 就有很多媒体朝作 说赵长鹏是全球的华人首富 不过我个人感觉 就这种基于 加密货币计算的身价 其实意义也不大 所以大家就听个乐会儿得 其实就是加密货币 本身这个市场 发展的太迅猛了 就让交易所 变成了一个刚需 还有Coinbase 可能很多人也听说过 是2021年4月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去年的营收 做到了78亿美金 据说币安 去年也能做到了200亿 这两家基本就占据了 现在市面上 大概80%的收益 他们的收益 可比任何一家 传统的金融交易所 都高出了一个数量级 因为这些比较大的交易所 短期实在发展太快了 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资本 所以像币安 Coinbase 就有点类似于 币圈的一个互联网巨头 在一个点站稳脚跟之后 就开始横向拓展 比如说人老赵就说了 我们不要做银行 我们要做一家 像Google一样的公司 为Web3提供最底层的基础服务 你看这一听 是不是就感觉格局大了 所以老赵就搞了一个新的公链 叫B&B Chain 相当于在Web3 这个大的生态里边 除了交易所 又有了一片新的领地 而且这些大厂 钱赚到手之后 还得树立自己的行业地位 就比如说你可以从 教育大众下手 这样可以占领舆论 这不就相当于 占领了Web3的行业定义权吗 你像币安就搞了个币安学院 就强着给大众科普 什么是Web3 还请了C罗这样的明星联手 我只能说吧 这钱肯定是没少花 光这些还不够 像这些交易所 包括Coinbase 因为手上确实很富裕嘛 所以就到处偷偷偷买买买 这就是交易带来的巨大的风口 这么短的时间 就崛起了这么一批新的巨头 刚刚我们说交易 其实就跟我们经济体当中一样 当交易的规模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制度创新 就会有自己的金融体系 来增加币圈的货币流动性 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e 去中心化的金融 它就不需要像银行 券商 清算所 这种在中间作为中介机构 说白了 就是很多创新 都是把现有金融体系当中的业务 搬到了币圈 比如说就会有加密货币的借贷 加密货币的保险 加密货币的清算 加密货币的金融衍生平 杠杆交易等等 有一点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DeFi 还是Web3 都比较重要的一个创新 就是稳定币 Stablecoin的出现 稳定币 顾名辞义 就是它特别的稳定 特别Stable 加密货币有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确实波动太大了 即使是像比特币种 最大的币种 年化也会有80% 你说一般炒股票 年化也就20%的波动率 谁受得了 一个所谓货币的东西 还是股票波动率的好几倍 而稳定币 它是1比1和美元绑定 这样就相当于 你在Web3的世界 也可以持有美元 就不用再担心 它那个价值 每天跟过山车似的 这个不论是对于投资者 还是Web3的公司 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你看现在比较大的一些 稳定币 Tether 泰达币 Coinbase的USDC 还有Binance的BUSD 这些交易量 都已经非常至高了 比如像泰达币 它的交易量 就已经远超过 像比特币和以太坊了 所以你可见 稳定币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些稳定币 它背后的算法 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些是100%抵押 跟美元绑定的 这种就比较稳 比如说刚刚我们USDC BUSD这些都是 还有一些 就是那种算法稳定币 它就不是完全抵押的 就会有一些风险在里头 比如说像前段时间 就崩盘到 爹妈都不认识那个Luna 就是算法稳定 这出了问题 这个我们就 暂时先不细展开了 Defi这个方向 这两年确实比较火爆 其实原因也挺简单的 你就说围绕着Web3 我现在想重新做出一个应用 然后一头棒出去 就大棒一踩 难度也比较大 它最主要的利润点 还是在币圈 但现在币圈的商业格局 其实也形成的差不多了 你说我想自己造个币 弄个点颠覆性的新模式 确实也比较困难 那我还不如弄个币圈的衍生品 就利用现在金融体系里头 然后去挖掘一下币圈的潜力 所以最近资本 也比较热衷于 Defi方面的项目 至于那些一般大公司 他们可能并不会涉及到 Web3的业务 但是又想掺一腿 怎么办呢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就是直接买币 大家可能最熟知的 就是特斯拉在2021年初的时候 买了15亿美金的比特币 之后比特币价格就疯涨 这个也带起了 当年有一大波公司的买币潮 不过最近 确实很多加密货币价格开始下跌 所以这些大公司 也就意识到了 我想应对Web3的冲击 不能光买币 还是得有一些实打实的项目 因为加密货币本身 不管是市场风险 舆论风险 监管风险 确实都太大了 所以你看 特斯拉其实已经悄悄地卖出了 他们一大半的比特币 你是不是觉得 之前听Web3忽悠的那么玄乎 怎么一具体到商业模式上 就光是币啊 咱还没说完 拍好光是币 恐怕也很难被炒得那么玄乎 早期像比特币这种区块链 它是像个公开账本 只能记录一些交易的信息 但直到2015年 以太坊的出现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智能合约这么个神奇的东西 就你不光可以在上面记录信息 你还可以运行程序 if this then that if这段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100万 then我就给你一个奶茶的NFT 嘿嘿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写出来那种 完全去中心化的自动运行的程序了 也就是decentralized apps 简称apps 理论上呢 你就可以把咱们现在用的 所有的那些apps 全都搬到区块链上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 实际操作难度 肯定还是非常大的 那有了这个区块链和智能合约 作为底层的架构 就我们现在网络世界里 甚至很多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构 就可以出现一个去中心化的版本 就把数据内容的归属权 全都可以归用户自己 就比如说我小林 今天把这个视频上传到区块链上 那就算你天王老子来了 也没法下架我的视频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最开始 畅想的那个web3的概念 就是薄羊毛那个事联系上 当然这种区块链 也不止以太坊一个 现在比较大的几个公链 比如最开始我们说老赵那个B&B chain 在币安的加持下 先规模也做得挺大 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 像Polkadot, Tolega, Cardano 这些也都相对以太坊 有不同程度的侧重 那你看这么一来的应用场景 是不是就可以大大的扩展呢 区块链就不简单单 是交易体系 货币机器这么简单了 虽然智能合约这个事 你听着好像开启了 web3的无线潜能 但是现在的发展方向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首先衍生出来的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 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 NFT其实我们之前讲 元宇宙那期也聊过 大概就是数字世界里的 一个版权的概念 虽然数字基础这事 你可以copy paste 但有了NFT我就不怕了 这样一来 在web3的这生态体系里边 就不需要一个权威机构认证 也能分清楚是你的我的 所以不管是元宇宙 还是web3 这个NFT都非常重要 那大家一听 哇这个概念很酷啊 买它买它 所以大家也看到 不管是像比特币 还是NFT 这种能讲得出来精彩故事的 同时又是稀缺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理想的投资品 在他还没看出 未来什么发展空间的时候 先进来的一波 基本上都是吵架 好 那既然NFT是一个 这么火爆的投资品 当然听了币圈的小伙伴 是不是也知道了 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 就是交易 NFT的交易量呢 虽然跟比特币种 加密货币相比还是差不少 但是呢 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市场 目前最大的公司叫OpenSea 今年年初刚融资了3亿美金 估值达到了133亿美金 现在的月活用户呢 差不多有150万的样子 但其实最近NFT的炒作情绪呢 也有所衰减 你比如说当初 Twitter的第一条Tweet 不是拍了290万美金吗 前两天市场价就跌到了几千美金 也不知道这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NFT呢 也不光是可以用来投资 用来炒的 它还可以产生出来 独一无二的数字藏品 这个有多少用啊 咱不知道 但至少呢 是非常的有意思 它就可以来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所以有很多企业呢 想浅浅的涉足 体验一下Web3呢 就可以从NFT下手 你看这个领域啊 真的是炎花缭乱 那个无聊猿的NFT不是很火吗 所以你就看到一堆明星 去买一只属于自己的猴子 而企业也可以 比如去年11月份的时候 Adidas就买了一只无聊猿 给它穿上R4的衣服 像LV也推出了自己的 元宇宙游戏 叫Louis The Game Nike呢 也在元宇宙游戏Roblox里边 推出了自己的Nike Land 类似的例子吧 反正还有很多 就对于品牌营销来讲 只要这个NFT 它有热度有流量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去拉新用户和跟用户互动 所以呢 也是有各种各样新颖的创意 好 除了NFT web3还有一个非常火热的方向 就是游戏 web3游戏和普通游戏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经济体系 它有自己的加密货币 来作为流通货币 就比如这游戏里的什么皮肤 装备 地 都可以放在区块链上变成NFT 你就感觉这游戏里边 一个本来一个虚拟的经济系统 一下就变得真实了 因为这些加密货币 包括NFT 都是可以在现实世界当中 换成真金白银的 这游戏越火 玩人越多 它的加密货币和NFT就越值钱 比较大的几个游戏呢 有Sandbox Decentraland X Infinity等等 就刚刚我们说这几个 每个游戏的代币总市值 都超过了15亿美金 这什么概念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是说QQ里边的Q币的总市值 超过了15亿美金呢 这里把Sandbox Decentraland 我们在聊元宇宙那期也讲过 你看我们讲Web3的时候 游戏也是很大的一块 之前我们讲元宇宙 游戏也是很大的一块 你是不是听着感觉 Web3跟元宇宙还挺像的 确实在游戏这儿 他们俩其实可以说是高度重合的 当然这些游戏 你可以把它也叫成元宇宙游戏 有些人可能搞不清楚 Web3元宇宙他俩的关系 毕竟都是两个虚头八脑的概念 就差不多呢 元宇宙是一个比较沉浸式的数字世界 就比较上层 而Web3呢它就更基础更底层 所以大概率讲呢 元宇宙是要构建在Web3的基础之上的 大概是这么个关系 好咱俩接着回头说 这个Web3的游戏 就以我们之前没聊过 那个X Infinity 雷利 江湖人称阿蟹 这游戏前两年确实还挺火的 就是你可以买这个特别Q的小动物 叫阿蟹 就感觉有点像那个Pokemon 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阿蟹 去跟别人打架 打赢了呢还能赚钱 然后你就可以买装备 当然你也可以孵化自己心的阿蟹等等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 这游戏本身其实没什么 但Web3游戏它有个特点 就是我在游戏里赢的这些代币 是可以换到现实世界里的 那你就真的是可以通过玩游戏来赚钱了 对吧 这游戏玩的人越多 它代币就越值钱 那你赚的就越多 很多人冲进来所谓的玩游戏 其实并不是为了消犬一乐 而纯粹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这种Web3游戏的模式 就有人把它叫做Play to Earn Games 执意过来呢 就是为了赚钱而玩的游戏 也有人呢把它叫做GameFi 你比如说像阿谢啊 它的争议就很大 曾经一度全球啊 有超过40%的用户 都来自于菲律宾这一个地方 因为菲律宾它的物价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玩游戏挣钱的 那个性价比就很高 那你想大家都冲进来 玩游戏就是为了赚钱 是不是听着就感觉有点不靠谱 再比如说啊 前段时间有个很火的游戏叫Stepn 它不是说你打这个游戏去赚钱 而是说你买了这个NFT的跑鞋之后 你就可以屋里上去跑步 你跑的越多就赚的越多 然后可以升级你的跑鞋 有人可能会说 那这种游戏就是个庞式骗局 创始人建了个游戏 大家都来赚币买币 纯粹就相信之后 能有更多人来玩 更多人来买币 它是不是真的是个庞式骗局呢 其实取决于它这个游戏 是不是可持续 如果它真的就是很好玩 大家之后都一直会进来玩 那就不是个庞式骗局 如果只是老用户 不停地赚新用户的钱 那个就是个庞式骗局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 就游戏这个赛道啊 现在确实吸引了大量的用户 和大量的资本 已经成为了Web3里边 非常主要的一部分 刚才咱们说了几个 去中心化的Depth里边 几个比较主流的应用 像NFT游戏 包括DeFi 但现在也有很多 关于区块链 更底层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通过区块链 去实现物联网啊 连接区块链 和现实世界的数据啊 或者做去中心化的存储 等等等等 总的来说啊 这个赛道 我相信你肯定感受到了 就是概念的都很新颖 都很酷 那实际应用呢 就感觉 怎么除了交易就是游戏 区块链这个概念 确实是非常好 那你说为什么Web3的理想 和它的实际 差距这么远呢 它目前还是存在着 不少的实际问题 这个刚才我们为了叙述的完整 我就没说 比如说啊 技术方面 这些供量上的币呢 就会面临着交易速度慢 能源浪费 效率低这些问题 另外呢 还有人性上的问题 区块链是不能篡改的 钱打错了就要不回来 密码忘了呢 也没有人能帮你 你是不是总感觉有那么点欠妥当 你就说现在平均每年 有超过20亿美金的加密货币 被黑客盗取 被偷了 那就没了 根本找不回来 这些呢 其实都是Web3目前的一些蓝路虎 要不怎么马斯克说Web3 纯粹就是扯淡呢 当然他也说过 狗狗币还是未来呢 咱再稍微深入地聊两句啊 其实不管是Web3 加密货币 NFT 就对于我来讲 让我最长见识的 还是在这里边看到了 人性对投机的渴望 这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本身可能就是写在我们DNA里头的 你看这些概念就特别精准的 拿捏到了人们心中 对于投机的那个点点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可以通过买币拥有币 来成为这些未来 可能潜力巨大项目的天使投资人 你看要是在现实的经济体力 你想投资这些早期项目 什么PEVC 那可都是只面对高净值客户的 所以这些投机的心态呢 就让币呀 NFT价格被炒得贼高 但这还没完 这可不仅仅是炒作这么简单 你看一般公司它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有个想法 然后建立雏形 然后融资发展 融资发展 融资发展 循环好几圈 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IPO上市 你的股份就可以在二级市场里交易 但到Web3这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有个想法建立雏形 然后立马就可以发现你自己的代币 这就相当于你跳过前面 什么融资发展 那整个一系列的步骤 上来就可以IPO了 换句话说 就是你可能还没想好怎么发展呢 你这边股票就已经开始流通了 这就使得看到回报的速度可以非常之快 你想那些互联网公司 相比于在之前的巨头发展都已经非常快了 那也得要个三五年才能上市 那Web3投资回报速度就更快更惊人 你随便拉一个加密货币市值的榜单 那些财富都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积累起来的 这就会吸引大量的人才涌入这个赛道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人才进来就纯粹是为了赚钱 但是呢在这个潜力的基础上 你再来一些财富的激励 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才进来 要不最开始 我说很多投行的同事都投身到这个赛道了 那可能有点关系 不光是人才了 短期能看见回报的这个性质 那资本就更喜欢了 周期越短风险就越小 ROI就越高 那VC怎么能做过如此良机呢 比如红山资本就刚建立了两只Web3基金 总规模有28.5亿美元 East Ventures和币安都建立了5亿美元的基金 专门投Web3项目 大家都在这砸钱抢地盘 而同时加密货币 我们刚刚不说它有类似于股票的属性 就是你相信的人越多 它价格就越涨 那如果你作为加密货币的支持者 首先要你自己相信这个东西 那然后你跟朋友去推荐 你推荐的越多 你自己这个币可能就越涨 那你还不是满世界地跟人宣传 它多么多么好是吧 所以呢Web3这个体系 它就有一种与生俱来 自己让自己更火的这么个属性 它就要人才有人才 要资本有资本 要关注度有关注度 真的就是个天然的风口 但是吧 这个风就稍有点大 那你说这个风太大 它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Web3的产物 它还没有发展到很成熟的时候 就吸引了这么多财富和关注度 比如说你经常看到有一些区块链 它的应用可能也没那么多 用的人也挺少 但是它对应那些加密货币市值就巨高 就好像我们现实世界里 这个公司可能并不赚钱 但是它股东特别多 市值又被炒得特别高 那这种情况公司肯定是很高兴的 那如果股票一直涨 股东也很高兴 但我们都知道 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比如说17年的时候 Onecoin的庞氏骗局 12亿美金的市值就蒸发了 你再比如说今年5月份的时候 Luna崩盘600亿美金的市值 最后一文不值 你想看市场当中 一天亏掉这么大的财富 你说这些投资者找谁说理去 这热度呢 它就是一把双刃剑 在Web3的世界里 我觉得大家就一定要保持理性 保持理性 保持理性 就算你今天听完什么也没记住 你就记住要保持理性 我也把刚刚学的一句 Web3的行话分享给大家 叫做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 你去吃饭可以BYOB 你在Web3的世界混 一定要DYOR OK那这些呢 就是我今天总结下来 跟大家一起捋的 Web3现在的商业版图 如果你之前不是很了解 一下被灌了这么多概念 肯定也觉得脑子有点嗡 没关系 你可以再多看两遍 BYE B站 微博 滴滴 大车 也有人叫Dapps Dapps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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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